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的门徒们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或是要恨这个而爱那一个 或是重视这个而轻看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 因此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了生活上需要的饮食而担心 也不要为身上所要穿的衣着而忧虑 难道生命不比食物更重要 身体比比衣服更重要吗 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 它们既不播种也不收获 也不在粮仓里顿急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它们 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 你们当中谁能运用思虑 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小时呢 为了衣服你们要何必忧虑呢 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 他们既不劳作也不防击 可是我告诉你们 连撒拉门在地上极荣华的时代所佩戴的 也比不上这些花种的任何一朵 田地里的青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进火炉中 天主上席这样装饰他们 信得薄弱的人啊 何况你们呢 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 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窜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帮人手寻找的 你们的天赋原知道你们所需要这一切 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 其他的一切既然会赐给你们 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 今天耶稣提到人的担心 或是说人的注意力在哪边 我们常常注意的都是表面的事情 我今天的样子怎么样 今天衣服怎么配搭 有些东西不在身边会忧虑 没有钱会忧虑 没有手机在身边会忧虑 做到不好会忧虑 今天福音给我们安慰 让我们眼光看在天主那边去 有天主的照顾 人可以不忧虑 因此我们要依奉的是天主 而不是人间所有物质的东西 也不是钱财 钱财包括我们身边的物件 包括我们的金钱当然 也包括我们的衣着样子 甚至我们的手机等等 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有什么东西不在你身边 你会忧虑的 有什么你觉得不好的 穿得不好的 化妆不好的 你会忧虑的 甚至为自己的样子 身材而忧虑的 这些忧虑来自 我不够好 但是天主看每一个人 都是好的 我们去追求人的眼光 人的肯定 不如去追求天主的眼光 天主的肯定 在天主眼中 每个都是可爱的 每个都是值得去救的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忧虑太多 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眼光 都看着天主吧 谢谢各位 2020年耶稣会是南淮人传 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请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电架02-2771-2136 转200 您的支持 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